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们平常常说外资对台股很重要 影响力很大 你如果想要知道真正完全少掉了外资的台股会变成什么模样 我们不妨想象之后我们来实际上检测一下 各位看一下今天的台股几乎都没有什么波动 从开盘之后 尤其是9点半过后到收盘 整个台股加权指数完全就是一条平的线 超级超级的平坦 而且成交量想不到竟然缩到300多亿 这个就是没有外资的台股 因为今天星期六外资它是绝对的放假 所以外资对台股影响真的很深 当然我们平常如果不是在看指数 在挑全支股来操作 那你其实也不要因为外资的动向而过度去放大解读 好比说12月其实大家就一直在谈 外资要去放耶诞价了 那不是等到真的到耶诞价外资才开始休假 它陆陆续续其实有的外资几天前 一周前两周前都会陆续开始休假 所以台股的量也从1200亿以上 缩到不到1000亿 像今天更是掉到剩300多亿 但是难道没有赚钱的机会吗 如果你认为说外资放假指数涨不动 就没有赚钱机会 那一定是不够用功 所以要用功的投资朋友 是不是要身体力行 那很重要一件事情先提醒大家 明天礼拜天大部分的人都可以 好好的放假一天休息了 对不对 但威恩老师要持续的工作 而我的工作就是为了你们 我明天要到高雄跟台中 举办2019反败维胜投资数的免费讲座 那明天高雄跟台中报名都非常非常的多人 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 第一个如果你有报名 明天一定要来跟威恩老师约定好了 不见不散 我可是要起个大早 大概四五点就要起床 然后去准备搭高铁下去了 所以你们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 老师都牺牲了放假的休息 大老远骑个早 冲到南部去跟你们见面 所以你明天一定要约定好准时出席 甚至希望你们能够提早出席 因为到场的人一定很多 明天你们越热情 掌声越大声 威恩老师会带给你们的内容 也当然就会更丰富 我们来谈几档 最近在市场上 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个股 首先来说 其实今天盘面 可以看到有几个比较 算是异军突起的族群 其中一个就是在散热族群 最近散热相关的股票 接力轮涨 其中我们从毛利率的角度来看 泰塑操纵双红齐红 这几档散热的股票 最近都有所表现 可是你要看到的是 泰塑的毛利率22.41 是最高的 而且它的毛利率的趋势 是由低到高持续成长 反过来看其他几档 包含操纵是由高到低 或者是双红齐红 目前在第三季的表现上 毛利率都低于泰塑 当然财报的数字 它只是一个成绩单的结果揭晓 为什么会造成毛利率的差别 其实关键就在于产品的布局 现在市场上在关注讨论的是 泰塑 智慧型手机的散热订单 可是我更关心的 更重视的 其实是在5G网通 因为中芯通讯 是大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家 5G的营运商 今年到明年都会持续的去建置户外的基地站 这些户外的基地站都需要散热模组 而且它的毛利率是比手机的热管还要高出许多 所以固然泰塑打入了三星手机的散热 可是那个部分虽然量很大 可是毛利率来说比不上5G基地站 中芯通讯在今年的上半年 一度是中美贸易大战之下的受害者 被美国制裁 所以当时有很多的出货订单都因此而递言 从下半年开始 因为在美国解除制裁之后 这些原本要出的货 这些原本的订单才开始往后发酵 所以第三第四季看起来 泰塑的营运状况就是 像稻吃甘蔗一样 渐入佳境 明年成长是可以期待的 我们从股价上面来看 今天也的确有不凡的表现 因为今天的大盘 你刚刚也看到了 如此的沉门 没价没亮的 今天完全就是中小型个股的天下 那三勒族群今天也是形成一个良性的轮动 那泰塑目前股价就是沿着十日均线 往上继续推升 那外资投信两大法人 目前都是偏多操作 不过我认为 要留意一点是 当泰塑今天来到33.55 接下来也有可能往3435来靠近的时候 要特别留意投信 会不会再度进场买进 因为我们看到投信 在前面比较明显买超了三天之后 第四天之后买超缩手 第五天过后停止买超 那一般人可能对于像投信的这种动作 没有像渭尔老师那么高的敏感度 因为我以前就是在投信 所以我在看投信的买超 在看投信的筹码 我会有一些跟一般市场大众 甚至是一般分析师不一样的观点 所以如果你想要多学习一些东西 其实加入我们家族真的是最好的 我会告诉你为什么我要强调说 如果当泰塑接近3435来做技术面的挑战的时候 你要特别留意投信有没有继续买 如果没有的话就要比较保守 如果有又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就是你参加我们权威家族的附加价值 再来昨天跟各位提到这一档股票 礼拜四也跟各位提到这档股票 连续两天都跟各位提到这档股票 那这档股票 今天我们要把它掀开来了 这两个股就是五四五七宣德 不知道你猜到了吗 那猜不猜得到 其实不是重点 那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是宣德呢 这家公司我们其实光是带权威家族操作 或者说在权威节目里面提到他 真的已经也好几年也好几次了 那他的特色就是股性向来蛮活泼的啦 涨的时候也都蛮干脆的 那单跌的时候也蛮会跌的 所以你操作这种中小型股 真的是要小心谨慎 那以宣德来说 我想大家对他基本面故事不陌生 每次讲到宣德 你第一个一定会想到就是利训 大陆最大的连接元件利训 是宣德的算是母公司了 因为从2012年入主以来 那利训呢 对宣德的持股已经超过30%以上 是最大的股东 那宣德主要本身是从事连接器的生产 那这几年呢 在利训的算改造之下 其实产品的结构有一些调整 把原本的毛利率比较低的开始降低 最主要就是呢 RF 网通的连接产品 比重现在降低了 那增加呢 属于比较高毛利的部分 那如果以Type-C来说 在明年会开始出一些呢 防水的Type-C 那这个毛利率是比较高的 那另外呢 在车用的部分也是毛利比较高的 那透过利训的协助之下呢 车用的部分是打入到特斯拉电动车 那再以来我们看到的就是呢 明年其实会有比较多的一个业绩 会来自于呢 跟利训所合资的昆山厂 那这个昆山厂其实是在去年 2017年 双方去合资设立的 其中由宣德持股比较高 51% 那这个利训持有49% 那按照会计制度来讲 因为宣德持股是51% 所以在认列这个合并营收上面呢 它是每个月就可以直接认列 那另外呢 在季报的部分再去认列获利 所以从营收上面呢 可以马上就可以看得出 这个合资设厂的贡献 那如果我们看今年其实宣德 前三季的表现来说 营收已经是明显的成长了 那配合产品结构调整 毛利率也往上 那其实呢 它在今年的第三季呢 本业的每股营业利益呢 是创了单季新高 不过因为有提列了一次性的 业外的损失 所以让最后税后EPS 没有特别特别的突出 但其实如果你仔细去看 它的本业 其实是已经呢 明显的成长 那因为明年开始会 完整的一个年度来 认列昆山厂的贡献 所以宣德的营运 包含营收 毛利跟EPS 都会有所表现 那股价已经是连续的红K棒 往上去做表态 那这段时间以来 大盘没有涨 可是呢 就是像这种 有特殊利基 或特殊题材的中小型股 表现呢 会比较活泼 所以这一波宣德股价呢 卷土重来之后 有机会呢 再来挑战前波的一个 技术面的高点压力 那另外 今天呢 我们切入了一档新的个股 那这档个股 是大家可能不是那么熟悉 因为并不是算是 盘面当中现在火热的族群 但是在公司本身自己的 利基点跟成长性上面 是非常足够的 那这是4763材料 材料呢 是大陆公司来台挂牌 所以是材料 后面加上KY 主要生产的是呢 二醋酸纤维丝素 那这个真的很难念 很难念 那简单简称就是丝素 好念一点点 不然这个针有够长 丝素 那丝素用在哪里呢 主要 大部分是用在香烟的绿嘴 还有呢 像这个面膜 这个男生女生 爱漂亮都会用到面膜 那这个产业呢 是算是寡占的产业 那材料呢 是全世界第五大厂 所以它有一定的市场地位 那目前对它有利的一个产业趋势发展方向呢 是油价的变化 因为呢 像2018年 今年呢 油价先涨后跌 那前面呢 油价在涨的时候呢 对于材料的原材料成本 原物料成本相对也变高 那最主要的就是在醋干 醋干呢 前面价格高 但是今年呢 因为油价下跌 那前三季的平均价格 已经开始往下跌 最近跌得更快 那预期明年因为油价 还是空头的走势 所以当油价呢 持续跌 或者说在相对低档的状况之下 那醋干呢 也会跌价 那对于材料来说 我讲的材料是这家公司的名称 对于材料来说 它的毛利率 渴望呢 因此而回升 那明年 也会有新的产线 加入贡献 那再加上 已经跟客户重新去议定 明年要出货的合约价格 所以呢 量增 驾扬 在明年的基本面上面 是很有爆发力的 那按照目前法轮圈的预估 明年的获利呢 渴望呢 是接近有一倍的成长 将近有一倍的成长 那因为高成长 再加上它又属于一个寡占市场 所以给予的本益比 也比较高 那刚才前面所讲到 它主要的产品 应用在哪里呢 主要呢 丝素的部分 就那个名称漏漏等的部分 主要刚刚前面提到 就是用在呢 这个香烟的绿嘴为主 那另外呢 材料本身呢 也跨入到呢 比较中上游的原物料的生产 那就是呢 投入到触片 那触片下游呢 可以包含应用在呢 眼镜啦 或者说面膜等等的一些 相关的产品 那在今年来说 前面讲到 它的毛利 受到触干的影响 涨价的时候 它的利润会往下 跌价的时候 它的利润往上 呈现了反向的关系 那今年其实在油价的大跌之下 那目前材料在第三季的毛利率 已经大幅度的成长 所以呢 今天的股价 也开始呢 出现了价温 在假日补班的状况之下 大盘量缩 而这两个股的量 逆势的增加 而且呢 还不止一天 最近整个均量都开始出现 你往前再回顾呢 大概呢 在上周以前 它的成交量都非常非常的小 那股价呢 就是一个 算是持续的盘整底型的阶段 但是呢 本周以来 它的量呢 开始逐步的增温 对于一档啊 长期在整理打底的个股 如果一旦开始呢 量能逐步的增温 而且不是呢 瞬间的爆大 也不是只有增加一天 而是逐步的增温 这个你一定要去研究 它的基本面 是不是有些转变 那就如同刚刚所讲的 它的基本面 因为明年预期呢 油价走低 对它有利 再加上出货 是价量齐阳的成长 法人已经预期 明年获利呢 大概可以增加一倍 那先前量比较小 是因为千张大户持股 高达75%以上 所以它筹码很集中 那一旦呢 开始有出现换手量的时候 这种股价呢 在波段上面 是很有爆发力的 所以假日呢 台股开盘 我们的研究也绝对是呢 一年365天 一天24小时 不打烊不休息 欢迎各位呢 跟着股市权威的家族团队 一起来百万大作战 我们休息一下 最近呢 魏昂老师带来一张字卡 来跟各位聊一个 很重要的时间与金钱的观念 这张字卡呢 其实告诉我们 这个天平就像人生的两端 人生短短不过几个秋 时间是有限 而且是宝贵的 金钱 没钱万万不能 我们当然呢 需要努力的赚钱 可是你怎么样在时间 跟金钱之中找到平衡 其实有的时候呢 大家回头一想 发现过去呢 常常都是用时间 甚至用劳力 体力来换钱 失去了健康 失去了家庭的生活 失去了幸福 而有钱人为什么能够呢 越来越有钱 贫富差距不断用大 因为有钱人 他懂得用钱买时间 进一步来说 什么叫用钱买时间 让钱来帮你赚钱 让团队来帮你赚钱 让比你更专业的人 来帮你赚钱 而我这个礼拜 在跟各位分享 这观念的时候 其实我也很开心 好多投资朋友 也把他们的想法 感触跟我分享 那其中呢 让我觉得 最值得跟各位 拿出来分享的一个例子 是我的一个清代的 VIP的会员 那其实他已经有好几千万 那他也已经早就呢 退休了五六年了 那现在就是跟着我们 在做股票的投资 他说当年就是呢 没有懂得用钱来赚钱 虽然他如今有这样子的成功 有这样的财富 可是呢 是靠着过去呢 将近四十年的时间 他用身体的健康去拼来的 那失去的时间 再也回不来了 当年他这样子拼 为了一个家庭的生计 在努力的时候 他失去了陪伴小孩的时间 几乎他从小孩子出生 到上大学 他没有参与过 他们的学校的活动 他们的课业 他们的运动会 他们的家长会 他全部都缺席了 所以他看我讲这番话 他说也许一般人在电视 看到威老师讲的这些内容 就只是听听过去而已 他说他听到我讲的时候 他眼泪都流下来了 因为他脑海里浮现的是 过去这四十年来 他很少时间来陪他的小孩 甚至很少很少 去见到他的父母亲 所以他很感慨 他邀我一定要在节目当中 再一次提醒什么 提醒比他年轻的朋友 因为你还来得及改变 做股票 你们觉得是靠消息吗 做股票你们觉得是碰运气吗 台湾其实现在投资人数值越来越高 但老实说还是有少数的人 根本是把股票市场当赌场 其实你亵渡了专业 你不知道股市风险很高吗 你一定知道 有做过股票就知道风险是很高的 可是如果你只有碰运气或听消息 然后就想要去克服风险 赢得获利 那的确就是赌博 但如果你是靠着专业跟经验 来管理风险 来创造获利 那就不是赌博了 那就是投资 所以投资是我们的专业 因为我们受过专业的训练 因为我们带过法人机构 因为我已经操作了20年以上的时间 因为我除了累积过数倍的财富之外 我跌倒赔钱失败的次数 可能比你还多 可是这过去每一次的失败 都是造就了如今经验丰富 而且成功的我 我也希望你可以踩着我的失败往前进 不要自己掉入失败的深渊 这个就是靠专业 这个就是靠团队的力量 这个就是用钱来帮你赚钱 所以我们最近讲到这些 很多电视机前面投资朋友 可能你也都买过这些股票 可是我希望的是你去想想 我们怎么操作的 包含像连茂 或者是像新挂牌的股票 罗利芬 还有很夯的新能高 以及后来的中阳光 包含老朋友栗珊 到最近高档开始进入到整理的长元科 这些股票市场上不可能只有我们有买 可能很多投资朋友都有买 每个人进场时间点也不太一样 现在有的人是已经下车了 有的人是续报 有的人是小赚 有的人是套牢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 这个就是专业跟运气的对决 如果你是因为听消息 如果你是因为看到别人看好 或者是你是因为看到股价上涨了 所以才去买 那每一次买完之后 你是不是都总觉得心不安理不得 很忐忑 自己也知道追高了 所以你只好祈祷 在我今天追高之后 拜托下礼拜还能够继续在场 继续在喷 不然就很可怕了 如果不如预期的时候 跌下来 你又开始手足无措 跌破成本区之后 就只是找很多的分析师问问看 那这一档股票现在怎么办 还看好吗 可不可以续报 能不能加码 总是一样的问题 一二再再三的重复循环 那我讲一个最近最明显的例子 就发生在这个礼拜 神盾 礼拜一跌停板 礼拜二也跌停板 连续两天两根跌停板 大家扪心自问 一只股票前面大涨一倍上来之后 连续两天两根跌停板 你敢不敢买 你想不想买 大家扪心自问 不要说事后看图说故事 可是礼拜二第二根跌停板的时候 我们实际做了一个动作 危机入市买进 隔天涨停 礼拜四接近涨停 礼拜五早盘开高大涨之后 我们全部出清 短短只有从买进到卖出 四个交易日 从礼拜二到礼拜五 大赚43.5元 这是我们一次非常高效率的操作 也是一次非常漂亮的打击 买进一张 等于可以赚4万块 买进10张 等于在4天之内就可以获利达到43万 财富就是要这样子累积 不是凭运气 听消息 买错了只能祷告 买错了又不认输 所以渭阳老师 透过有系统的带领你们 有经验有方法的传承给你 帮助你 给你鱼 然后教你钓鱼 百万大作战 帮你学会省下时间 挤身为富豪之列 百万大作战目标 要你一起来实现梦想 祝他操作顺心 下周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